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他们就是把它设定改回来这样子 他们那边有些东西没有动好或者我们这边有些机器没有调好 所以导致PPT容易打不到墙上 这方面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沟通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你在偷偷玩手机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在看今天有谁服事 我在看手机 我在看谁有服事 对的 在调音吗 对 我们每 调音是那边的 看错了 不好意思 我们要看有谁服事 然后准备把派服给谁 教会的AB组里面 基本上就是让教会在聚会的时候 声音跟影像可以顺利的流动不出问题 挑战 挑战就是这些东西出错了 那怎么办 这就是最大的挑战 有一次有一位长老要讲道 他呢就要在台上用自己的电脑来放PPT 讲员上台之前我们会他检查这个电脑 是不是能够在台上工作 检查完之后呢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呢 当那个讲员在上去 开始用他电脑的时候 就是什么都放不出来 所以呢 这个讲员当时也是有一点紧张 全部的弟兄姐妹都看着我们整个team 所以我们会有点压力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两位弟兄 我们就上去台上面 让这个讲员检查 检查这个线有没有问题 电源有没有问题 然后是不是讲员的电脑 没有调制好 然后还有两位弟兄在后面检查所有的仪器 那后面的弟兄检查没有问题 后面大概有十来样东西 还有一位弟兄他拿了一个USB 他强制把这个备用的file放在备用的电脑上面 那是整个team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最后呢 出现哪里呢 问题是在讲台上的线啊 他因为之前有别的同工 把这个讲台在移动的时候 把这个线弄松了 所以这个线呢 它整条线就坏掉了 最后我们把这个线就是 把它暂时的扭起来 然后它暂时就可以work 我觉得这是一些我们需要学习的 就是要学习 怎么在出错的时候可以冷静下来 可以冷静的 冷静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刚开始我们可能会很紧张 就怕出一点错误 但是后来就发现 其实每一次的服饰都不是说 要彰显我们自己的能力有多少 而是说每次的服饰让我们经历到 我们自己真的不行 但是当事故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其实一直都是省在做工 在幻灯片组服饰酒的同工们 也许会有同样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服饰其实挺无聊的 因为一荡上手了之后 每一次似乎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而且也不像站在讲台上服饰的弟兄姊妹们 可以被人看见 可能只有在犯错的时候 才会被大家注意 有许多的眼光会突然间注视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其实看似很容易的服饰 在有些的时候 也是要面对许多的压力挑战 和放下自我感觉 即使我非常不说professional 但是神愿意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这已经是神很大的恩典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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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